日本由浅草寺流行哪些网红美食 哈喽我是小美 最近日本旅游彻底开放了 浅草寺是由日本必来打卡之地 今天一起看看日本女生由浅草寺都喜欢吃哪些网红人气美食呢 第一人气小兔团子 这家美丝都排好长的队 日本很多YouTuber都有介绍过哦 袋子上还有只可爱的小兔子 五个才四百日比 新鲜出炉的团子 裹着香气十足的黄豆粉 一口一串 入口香甜软糯 回味无穷 第二家是浅草寺里最人气的抹茶可丽饼 藏在一条小巷子里 要先买好整理券再排队哦 据说一天只买一百个 想吃的话要趁早哦 上面撒满了京都抹茶粉 抹茶味很浓郁 里面加了大量的新鲜奶油 奶油香甜 综合抹茶的微苦 一口咬下去无比满足 日本女生的冬天一定离不开香甜软糯的甜薯 第三家来因此爆火的红薯店 如宝石般的大学甜薯 外面裹着脆脆的焦糖衣 上面撒满黑芝麻 还点了他家的sito potato带回家 香甜软糯也很不错哦 第四家浅草有名的九重炸馒头 一共有12种口味可以选择 有南瓜、樱花、抹茶等口味 点了招牌的豆沙馅炸馒头 酥软的外皮搭配甜甜的红豆沙 口感很全妙 第五家是浅草寺有名的肉包子 每次来都要打包好多个带回家 刚买完后面又排了好多人 一个费量很足 皮薄馅大 第二天当早餐再适合不过了 这期介绍的浅草寺美食 你们最喜欢哪个呢